賣衣剪髮、電術舖、地產舖、補習社旁邊 竟然是改衣服? 這個不是葵港,而是藍田會景商場 這麼集亂,怎麼走? 我們就請來藍田區素人區議員陳奕迅戴路 遲到遲到 喂,醫神 會景商場距離觀塘一站之隔 不是傳統逛街的熱點 但是區內有平民屋邨、市樓和學校 商場有沒有被大型發展商收舊 仍然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發掘 今天帶你來會景當然是嘗試手捲屋 為甚麼來會景要吃壽司? 因為這裡的嘉年麥美 有幾樣招牌坐得很值得嘗試 一個是厚燒肉質,一個是海膽 兩個都非常棒 便宜到甚麼地步? 便宜到甚麼地步就是我剛剛畢業都吃到 咳咳,醫神又真的不是騙我的 款款都幾元又交易 食材新鮮又足料 火隻壽司是他們的最招牌 我喜歡它燒到厚到好像船一樣 這個肉質我們用了兩隻醬去放進去燒 它一塊肉質中間會夾雜落一點飯 哇,好多海膽啊 它連後面都爆出來 你真的很自私 這個吃到這樣 之前平時吃的手捲是去到底已經沒有了 說到話了 因為海膽我們會放兩隻的 一隻就是加拿大,一隻就是北海道 這樣就會跟隨時代 現在這個當作就是北海道的 蔗渣的價錢吃到燒鵝的味道 全欣小店堅持每日用新鮮的食材 這幾件有分三文魚腩胃 有帶子、油甘魚 有一個赤海蝦和番茨卷 我平時很喜歡來吃這個吞爛魚 還有很喜歡吃這個油甘魚 因為油甘魚可以選油甘魚腩 對,不過油甘魚腩的部分很少 有時候就未必吃得到 有很多黃店認證 我看到門口都有 之前有試過停泊休息的 即是罷工 對,就是罷工 大家一起休息 之後有可以幫同區的酒粟 有給他們一個折扣 這個商場以前就是日資百貨公司 百百伴 後來賣出業權之後 份賊造給很多小店 五樓就特別多食物 衣服和美甲等等 這間冷麵店幾乎是90年代 第一間進駐的店 吃得很好吃 吃得很好吃 公私不分 藍田冷麵很出名 你吃不吃花兩口 這間店可以稱得上為冷麵的元祖 由以前一元一包 升到現在四個半一包 都依然吸引了很多學生過來吃 我喜歡它很多蒜 很好吃 我就是因為覺得 包麵太小 吃不飽 我見很多中學生 尤其是附近的女校 他們會特地買一包做午餐 學生的回憶 你知道什麼嗎 這個商場用便宜小吃 攻陷了學生哥 但其實大人一樣在這裡淪陷 我來到這裡有一件事挺特別的 我們現在經常說本土產業 有些本土酒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香港人自己自創的獵酒 喝了一些沉皮味 噢 它不同的 有香港人的特色就是有沉皮味 你看看多渴,一次過喝完 你嘗試聞下去 我會覺得很像中國的酒 有點像中國酒的花椒 對 然後喝下去就像威士忌 我覺得中西合璧 好像香港那種性格 好歸勁的 真的 為什麼會在回景商場開補 我看見其他都是買衣服 還沒加到 可能我們住附近 還有喜歡這裡的環境 我覺得可以 這裡的店舖小小 店舖大概去到50至100呎 有些店舖更便宜到3000元就有交易 所以才引來不同類型的店舖來這裡創業 小時候我經常來藍田 試試來會景商場 那有什麼吸引我呢 小時候這幾間 以前 不過現在收拾了 都是買電腦自私遊戲 開最多是現在這些公仔店 這些公仔店 我相信香港到處都有 我以為可以了 我以為可以了 記者你好像玩得很開心 夾公仔就不用你來介紹 不好意思 言歸正傳 這個商場 是少數沒有被收購的私營商場 而且業權分散 管理公司不太會選租戶 才會令到石果僅存的 鈔票油票店都有 Hello 老闆 你好,老闆 其實玩銀子最重要 有些玩靚號碼 好像有些是錯體 這張有什麼銀子 好像沒有簽名,沒有年份 以前在那段時間 我了解從75年開始 直到79年 就錯體最多 那時候印鈔的技術比較差 所以這些都是那個年代 越新越沒有流通過 就越貴 以前你知道 這麼大張銀子 做生意 每個人都直接收賣 這裡每張張鈔票都幾乎過萬 買一張都夠你交租 雖然輝哥早在90年代 買入了舖位 我當時是九幾年 我當時是做銀行的 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 市場很弱 但是我覺得這個商場 在地鐵上很有潛質 每天平均有五萬人 我想著想著自己 也要想回家 譬如行內進駐這個場 可能消費也會高些 租金也會高些 我們在這裡習慣 每天都有很多熟客 玩到差不多 我就決定丟下Eason 各自各精彩 這個商場最多就是做指甲 還有這裡的價錢可能會相宜一點 原來最近這個商場輕起味夾 幾十呎的店舖 一樣做到生意 所以我就偷偷去了味夾 而他就繼續掃街了 現在這些女人做指甲 做到不知幾點 我坐在那裡也很傻 先吃著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謝謝